今天由你自己齐行带大家逛洁阳市博物馆 咱们现在要到了 前面有一个很有古风的建筑 下面就是洁阳博物馆 过道 手机掉了 真厉害 这玩意有时候得穿好 要不然很麻烦 今天穿的衣服都是没有拉锁的衣服 咱们接着走着 跟大家唠唠这个洁阳 先有洁阳后有潮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洁阳命名是在秦汉时期 这边设立了南海郡 南海郡洁阳就是叫洁阳县 一直到唐朝才设立了朝周 管着洁阳这块 所以说先有洁阳后有潮汕 这句话按先后事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也能听出来咱们洁阳非常有历史 最起码的2000多年历史 这就到了 洁阳市博物馆 今天周末 我就是看今天周末赶紧过来 明天万一如果想来的话来不了了 把车咱停这 这两身密歧袖子了 好尴尬 很尴尬 是拿的是我媳妇的那个 钥匙 不是我的钥匙 有被无换 咱还有另外一把锁 这不太尴尬了吧 这不太尴尬了吧 咱还有吧 这小锁 这专门用来做凳子 我把洞的先回 洞子联在一块锁了 你别告诉我 不够吃 我都尴尬了 我总不可能背着车座走 还真不够吃 怎么办 特别 可以车座全界 然后这个车座的单独 这尴尬 尴尬 尴尬 比它丢墙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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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比它丢墙 哥们已经进来了 这块大头脉腕 在秦朝的时候 先有洁阳岭这个名字 后有洁阳这个名字 紧接着就是西汉 就洁阳县这个名字了 洁阳这个历史是非常悠者的 2000年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洁阳这边的汉民族 大概都是在危机南北朝时期 中国特别动浪的一个阶段 然后中原汉人移民到南方 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来到了洁阳 这个跟咱们在梅州 对 我没拍那个视频 我拍那个视频在那里没讲 梅州的客家人五次迁徙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战乱 躲避战乱 一点一点从中原往南下来 这一块还复原了一个清初期 应该是清朝初期 晋祥门那一个古代的街景 咱们上二楼看看有什么 这边是讲的一些抗战和解放的事情了 这边的感觉做得非常好 南昌起义再到土地革命 直接就来到了1931年 东北爆发的就一霸事变 又到了1937年 罗布桥事变 我们开始了全民抗战 罗布桥事变的一个多月之后 1937年的8月31日 日军的飞机就开始侦查了汕头 紧接着开始就对潮汕各县进行飞机轰炸 又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日军最后占领了南澳岛 并开始以南澳岛为侵占整个潮汕的基地 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 27日潮州沦陷 29日城海沦陷 往后的近五年内 接阳 普宁 惠来 整个潮汕几乎都相继沦陷 在全民抗日战争开启之后 几乎很多各地都开始了 创办抗日中学 抗日小学 像这个南澳中学 就也是潮汕地区创办的抗日学校 为抗日救国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整个抗战时期 接阳市人口伤亡总计43万多人 直接死亡是7839人 看这个被日口火烧过的一些遗址 跟我们昨天去看的那个 汤铺村的遗址是很像的 可见整个潮汕地区 各地都已经被日军 破破的不像样了 造成的那些流浪人口 机不泽石 这边陈列了很多 洁阳地区的潮汕民居 潮汕民居比较有特色的 其实包括灰派建筑里边 就是这个墙头是非常有特色的 如果大家刻意的去看过的话 发现江西的还是安徽的 还是什么广东的这边的墙头 都很多村里村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形状不一样 这是因为他们这边墙头都有各自的属性 像我们今天取快递那个位置就都是金 像火在上面是跟那种雕梁画洞一样 土的是一种翘脚的 水的是一种波纹一样的 木的是这种尖尖的 就基本上到一个古镇的话 就能看到这番景象 如果你找到一个好机位的话 我们最近去过的古镇都是献飞 现在献飞的地方越来越多 很难有很好的地方 把无人机飞起来给大家看 他这里也跟大家说了 少数为水是 极少数为火是 我们大多数建的都是金 还有土 还有木 我们在梅州就看到很多围龙屋 土楼也在梅州有很多 贼阳这边地区都差不多都是有的 因为都有都是很多的客家人嘛 这边有叫四马拖车 和四点金这种类型的建筑群 建筑结构群 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这样的形状 我们在丰顺县有一个 去了一个叫什么地方 那种树上围 对 去了一个种树上围 它这个村子既不是围龙屋 也不是所谓的下山湖 还是四点金还是司马拖车 它是前面既有水塘 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的排排的结构的 所以说我们上回在种树上围的主寨 它可以说的是极少数的 这边在朝鲜地区是极少数的建筑 这个叫什么活动 出花园 男女在十五岁的城里 父母要为孩子举办 三生博品 拜别公婆母神 表示孩子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公婆母的庇护了 并可以走出花园 出花园的孩子要由外婆送来的新衣和红木鸡 中午家政要摆上丰富的宴席 出花园的孩子要坐大员 鸡盘的鸡头要朝着孩子 并由孩子吃下 俗称咬鸡头 寓意出人头地 有的需要炒猪肠猪肚吃 意为告别童年 换上成人长度 上面也写着客家人是没有出花园的习俗的 男孩长大到21岁 父母在孩子出生日摆设家宴 做完事了 所以说这也是当地的蜜蜂 不是这客家人的蜜蜂 这边就是一些祭祀习俗 在东北是看不到这样景象的 东北现在放炮都少了 估计今年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不是可以烧结盖了吗 放炮应该也没什么事了 非常浓厚的氛围 今年我们过年的话 应该会在广西或者是云南 应该可能我也不太清楚 具体会在那 看咱们拍摄进度 到时候带大家去体验一把 我就说老将来它肯定会有遗憾 这里边那个果品 那个果的模具 我们在那个封顺县车的那个陶板 就拿这东西做 然后还有老将特别感兴趣的 那个门是什么工艺 这就是彩绘工艺 他不来都看不见 这个是金漆画 我们看的那个颜色可复古 那个就是金漆画 在那个堂埔那个门口 有个养老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那就是金漆画 这个叫欠词 这个叫灰锁 这都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它这个是灰锁 是可以进行独立的创作 拿着单独在那个装饰 天才 然后这个是直接烧出来的 所以说可能这个工艺就比这个还要厉害 但是它的灵活性可能要比它要强 给大家看一眼 这花生这个灰锁做的 栩栩无声朋友 这是磁锁 这是那个磁片贴上的 明显的区别 我觉得如果一个外号人来看 明显区别 就是它的面是哑光的 这个磁 这个欠词的面 它是那个发亮的 很明显的区别 不懂的人肉眼就能看出 过完博物馆了 这也算了我心思了 虽然说洁阳的市区里边 咱们压根的迷语 但是对于优理来说 是其实没什么太大遗憾 我感受到了比较真实的 洁阳这边的迷风 所以说我是挺满意的 现在厨房去把那个快递去 我的大帽终于到了 刚才来的时候印没有 这会儿来好印的 看着大家对于这些 宫外人还挺有兴趣的 宫外人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证明我们文化 喜欢和对我们文化好奇的人 越来越多了 她在说宫外人 来了 就知道了 你自己的地方 真的很冷 我今天都不想吃 就可以吃到 我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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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一天